相信很多人都知道,杨颖是一位很努力的女明星,至今为止,杨颖入行已经快19年了,她在这将近19年的演艺生涯中,尝试了不少的工作,不过,杨颖干的最出色的工作还数拍摄写真大片。 杨颖拍摄写真时,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造型,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她的葫芦娃造型了,从该时尚博主摔出的这一组杨颖葫芦娃扮相的照片来看,这应该不是杨颖近期拍摄写真大片的照片,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这应该是杨颖录制综艺节目时拍摄定装照的照片,如今,这一组杨颖的照片再次被翻出,四小时阅读量超过了200万。 由此可见,杨颖的葫芦娃造型应该有着可圈可点之处,杨颖的葫芦娃造型还是挺不错的,不仅穿衣搭配很华丽,而且妆容也很精致,在发挥出杨颖身材优势的同时,还发挥出了杨颖的气质优势,显得杨颖格外有魅力,尤其是杨颖对着镜头眨眼卖萌,显得她甜美可人,令人有心动的感觉。 这也难怪该时尚博主会对杨颖葫芦娃造型的评价这么高,从网友们在评论区留言的内容来看,评论区的内容还是挺扎心的,不过,我个人觉得,杨颖的葫芦娃造型并没有网友们说得这么糟糕,虽然杨颖是一位80后女明星,但是她的长相很甜美啊,眨眼卖萌对于她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